現在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台車啦 QX30 現在我們要開始真正的來進行一段試駕了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太平山往吹風湖的一段山路上面 那為什麼選這一段呢 當然是因為覺得它很漂亮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地方呢 它的彎岩程度很適合來挑戰看看 是不是這台車很溜辣 那這顆2.0渦輪引擎呢 其實在這段山路開來非常合適 為什麼 因為它搭配它的7速自首排變速箱呢 它的反應很快 而且銜接的扭力 各個區段的扭力會非常的充沛 那充沛之餘 那你在爬坡啊 或者是做彎道出彎的時候 即時反應呢 它就會更加的俐落 那方向盤轉起來呢 它跟其他日本車有點不太一樣 像Mazda它是比較強調刁鑽感 那有一些比較防車型的呢 它就會比較偏向輕手 那這台車呢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紮實 你轉多少呢 它的轉向就給你多少 那這個握感也很不錯 很舒服 難怪呢 它會是一個豪華防車的取向 你看我們加速一點 它的扭力立刻上來 然後呢 澎湃的感覺就立刻有了 行路性呢 也非常的 它跟人家不太一樣 它的行路性呢 因為它採取一個比較剛脆的底盤 我特別強調脆是因為 它不是說像歐洲車那樣是一個很 完全紮實化的一個底盤 但是它也好一點 讓你感覺它很輕巧 然後有一個力度在 它又不像那個 這個一般的日本車 性能車刻意做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刁鑽的感覺 那銳利的感覺之後 它有點飄 它不會 它就是一個很紮實的一個路感 那地面高度比較高的狀況下 有時候你會覺得 它跟一般的先輩性能鋼炮來講 它會有一段差距 差距在哪裡 就是因為它的反應角度呢 比較高一點 那傾側角度高一點 你會覺得 怎麼重心的轉移上面 跟之前我們開的性能鋼炮不一樣 但事實上它的動力呢 又是性能鋼炮的等級 它最大馬力達到了208P 峰子扭力35.7 這個開起來好爽度可以非常高 我們現在看一下室外溫度 大概就是在15.5度 那這個山上的空氣呢 它的冷烈度夠 對渦輪的進氣效益呢 是比較好的 它喜歡在這種舒服的角度 的裡面的環境上呢 它去跑 所以呢它跑起來呢 你會覺得它 欸它有開心感 那你也跟著很開心 另外呢 我們還是覺得它有一個缺點 我們還必須講一下 就是這個車式的感覺 就是空間感呢 是比較窄的 它例如在這上面 我們有一個全景式的玻璃 天窗啊 它這個玻璃啊 它呢你開一陣子之後 太陽曬 那散熱就來了 如果你想要好一點的流明 你蓋著它 其實你這邊 還有這裡 有感覺很熱 所以呢 這是它的缺點 雖然它的頂棚很漂亮 是一個類吉皮的概念 現在呢我們把那個 駕駛模式調到Sport 它反應變得更快 嗚呼 那切入轉向呢 它就會跟鮮背車的 鋼炮呢 會有一段不一樣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 在激烈操駕的時候 它就真的比較高 不像那一個 那個鮮背鋼炮 這個貼地 蠻好玩的一台車 你可以很快 然後你也丟彎的時候 就丟啊 就卡進去 然後就這樣進來了 反而算是比較 懸吊比較長一點 然後很韌Q的一個 一個鋼炮的概念 不像是一個 運動修駕 其實它一般模式跑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的好跑了 而且反應已經很快了 但是如果你把它轉到Sport模式 它會有一點像是 超跑這樣 蹦蹦蹦這樣 可是事實上 你沒有辦法聽到這樣的事情 可是你心裡的節奏 就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 比較緊湊 而且非常刺激 它丟彎的時候 你看 根本就不用管 你就進去了 反而是這時候輪胎跟不上底盤 調到Sport模式之後呢 它給力的 增浪會變得比較大 而且比較激情一點 你根本不怕的 你沒有在怕的 動力銜接非常快 就是變速箱 七速自排 它自己的換檔 你根本就不需要 你不需要自己在那邊手動操作 它根本就比你的手還快 你根本不用去管它 你看看不到 看一下鏡子 出彎 馬上就加油門 過彎過 它可以真的很自在 真是一台好好玩的車 比鋼炮還鋼炮 它名義上 它是一個運動修旅 你可以說它是運動跑旅 可是它實際上它跑的 並不比鋼炮差 它根本就是活生生的一個鋼炮個性 咻 就過去了 滑的就過去了 雖然跟 真正的鋼炮來比的話 它的車身高度呢 會更高一些 來 很不容易喔 你真的很不容易讓循跡系統呢 會突然出現了滑椅的動作 它基本上都撐得住 雖然是高的一個 高的底盤 但是呢 它在撐 懸吊在支撐的時候呢 它卻可以 很快的把你壓住 讓你的操控性更靈敏 不會有餘晃 只是說它會比鋼炮來講 就是先被鋼炮來講 它的懸吊壓伸的 幅度會再 長一點 形成長一點 出彎 出彎就給一點油 收 進 這個時候 遇到破碎路面 你也不太擔心了 過一個漂亮的甩彎 好 好啦 今天我們的 雙 開到這個Sport模式的時候 才能夠在這種 攻擊 可以攻擊的彎道上 連續做出作戰的激烈抄架 我非常的開心啊